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直方图的画法 这节课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丙状图的画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课件 丙状图相信大家见的比较多啊 丙状图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一系列数据当中 各个数据的大小占它们总和的一个比例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比例的一个图 然后丙状图中的每一个数据点呢 显示的是占整个丙状图的一个百分比 在这里有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四项A,B,C,D 这个很简单,相信大家以前都见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在Python里面绘制丙状图 首先我这里已经有了四个数据 我要绘制它们的一个丙状图 这四个数据分别是A,B,C,D 语法非常简单 Py 第一个参数是它的数据 第二个参数是它每个数据对应的标签 我们用这句话就已经可以挥制出一个简单的比状图了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看 好,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绘制的丙状图 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丙状图它并不是一个正的圆 而是一个椭圆形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绘图的时候 它的X和Y轴的比例并不是1比1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把X和Y轴的比例变成1比1 才能让它看起来是一个正圆 为了把X轴和Y轴的比例变成1比1 我们要加上这样一句话 AXES 然后我们使aspect等于1 也就是它的比例为1比1 这样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画出了一个完美的正圆 但是仅仅是这样 似乎还是缺了一点什么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上面 再加上每一块所占的一个具体的比例的值 我们怎么加呢 我们使用这个参数 Auto percent 这个Auto percent 就是将它每个站的比例 用Python的格式化字符串 或者说用一个函数来表现出来 这个格式化字符串呢 是Python的一个基础知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 学习一下 在这里我不再多讲 好,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显示出了每一块所占的一个比例值 有时候呢 我们还想突出的显示某一块或者某几块 我们用哪个参数呢 可以用这个参数 Explode 这个参数呢 对应着这四项 每个数值呢 是代表它离这个圆中心的一个距离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在这里呢 我创建了一个四维数组Explode 然后除了第二个数为0.5之外 其他都为0 然后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第二个数字是0.5 所以说这个B远离了这个圆中心 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是0.5 当然这里看起来图比较丑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再变小一点 好 可以看到这样这个图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了 这个B就突出了显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其他的块也突出显示 比如说我再加上一个0.08 我们可以看到B和C都突出显示了 当然有时候 有的同学可能会为了追求视觉效果 可以加上阴影 Shadow等于True 然后可以看到每一个柄状图下面多了一层阴影 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有立体感一点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介绍这些最常用的参数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呢跟我们的例子非常像 用Nabels是这四个 然后Frax是这四个 然后我们用它来绘制柄状图 突出显示SZ 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然后呢有阴影 今天的课程比较简单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